吳院長 吳院長 各位部會所長 主席 政府院長 所有的先進 各位媒體先進 大家早 議長啊 我們 行政區推動的 憶法兩岸 經貿協議這麼好 本黨的立法委員 當然要為政策的執行 來前以赴 所以我主動向你建議 應該 要來發動 所有的本黨委員 在自己的選期 來舉辦 兩岸經貿協議架構 的一個說明會 所以率先來辦理 但是 我跟你們一樣 也好像統道轟轟一樣 被釘得千倉百孔 不過 我們是甘願者 發意希望 甘之如意 那希望 大家 共同 來正視這些問題 面對 兩岸經貿協議架構 五六一份就要簽署了 不能再等待 要趕快 下鄉 讓所有的民眾 很清楚 這個政策 所帶來的一個 正面的發展 那當然 有一些負面的問題 要怎麼樣來解決 所以 我也率先 今天 在土城 禮拜天 上午 九點半 要來舉行 希望 吳院長 我們 不怕辛苦 啊 利用休息的時間 要來推動 要來協助 我也希望 我們行政院 這個部會啊 一定要動員起來 也要來為這件事情 的推動啊 要來負完全的責任 所以在這邊來呼籲 我們所有的民眾 有手一力 那禮拜天 上午九點鐘 開始進場 在海山高公 至清堂體育館裡面 有一場 面對面的說明 那至於王清風的問題 不僅呢 他下台 趕快來解決 還要追究呢 中華民國法務部長 竟然呢 知法犯法 帶鬥 堵執的問題 院長 你也不能手軟 要馬上來 上後的問題 該調查的調查 該移送法辦 移送法辦 才不會往後呢 我們部會裡面啊 隨便連消威啊 隨便呢 要當英雄 當類似啊 為了團隊的榮譽 為了全國國人的一個正面發展啊 我想 我們還是要 在自己這個工作崗位上 依法行政 如果一個法務部長 不依法行政還得了